你好像一開始 我那時候住在竹尾 然後那時候念念研究所 我覺得學校給刺激不夠大 或是我想像中的那個失憶的生活 我根本沒有辦法在研究所獲得 然後我不小心在散步的時候 找到了竹尾工作室 因為我就住在對面而已 我走進來 然後就剛好蕭老師在 好像蕭老師在吧 然後我就跟蕭老師說能不能 我沒有錢 然後可是我想要放電影給陌生的人看 然後念詩給他們聽 那蕭老師非常爽快的就答應了 然後免費讓給我聽 讓我使用這個空間 然後很快的就是 有的也一起變成班長 然後我們就一起來辦每週 應該那時候是每週吧 每週然後放電影 然後讀詩 然後我們換了好幾個場地 因為那時候 其實我都不知道那個場地 就有在咖啡廳嗎 咖啡廳 然後再大一點那個空間 或是後來在這個旁邊那裡 也比較少的 然後每次人來的狀況不一定 然後有時候非常非常多人 然後有時候大家一直講話 完全我不需要去做任何引言 然後有時候我看那個電影 就算我看了再多次 我還是覺得很感動 然後完全沒有情緒講話 可是大家也會 可能就是三四十個人 就圍繞一圈 然後他們自己可以一直講 然後就在這角落的地方 然後感覺那個 我想像中的那個美好的詩意 就在裡面 那 我覺得這個地方是一個 我一開始其實蠻擔心的 就他們每一個一陣子 就有捷運的聲音 我記得我第一次辦的時候 非常緊張 又很怕觀眾都不習慣 或是會覺得破壞了 那個看電影的樂趣 可是後來看完之後 大家反而會覺得 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就是看了 又是那個第一次放的那個電影 又跟火車有關 所以當他們聽到那個捷運的聲音 然後又有很自然的風 或是一些文字 或是很自然的那些環境的聲音 然後大家反而覺得 在這邊看電影 在主委工作室看電影 是很 對他們來說也都是特別的經驗 然後 那個時候好像是冬天吧 最開始辦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 大家每次來很溫 然後明明 那個外面是非常 非常的寒冷 就是大家走一長段路 然後來到這裡 可是卻覺得 讀詩或看電影 都覺得很溫暖 那好像大概是這樣吧 好像 會 那個時候 在這邊辦的時候 還是會 還是會一直考慮到 看電影的品質 包括可能捷運的聲音聲響等等 然後覺得 也許可以去外面 看一看不同的地方 然後帶動不同的觀眾 可是後來還是會 一直想要回主委工作室 好像 不只是心裡面 覺得這是一個原點 然後 也覺得這裡 認識的一群觀眾 後來常常會 在固定出現 覺得真的就像朋友一樣 然後 所以會 會一直特別記得這裡 其實最 某部分 在放電影上面 它是可能是材料 呃 器材 或整個環境 可能是最原始 然後粗糙 可是 卻有一種很 很特別的 然後跟 跟電影 可能跟電影 剛剛發明的那種 那時候的粗糙 或是人跟人之間 可以最質樸的 在那邊念詩 就是那個感覺很契合 所以 嗯 我覺得主委工作室這邊 對我來說 它就會是一個很 很親密的 然後 的一個最原始的開端